大家好,我是娟子 今天用糯米粉给大家分享一个软糯香甜的小点心 好吃不粘牙 先准备糯米粉160克 加入40克的白糖 分次加入纯牛奶250毫升 朝一个方向边倒边搅拌 搅成面糊状 如果太稀的话就不好成型 太干了吃着口感花硬 像这样的稀稠度就可以了 没有面疙瘩最好 然后倒进一个铁盘里 凉水晃入锅中 盖上锅盖 开大火烧开 转中火 蒸上20分钟 时间到以后给它取出来 用铲子翻拌几下 这样凉的更快一些 接着准备两个去皮的香蕉 切成均匀的小块状 装到碗里备用 这时糯米面已经晃凉了 现在手上抹一层清水 揪一块糯米面 捏得薄一些 放上一块香蕉 用浮口收拢法 慢慢的捏盐死 再团的圆润一些 这样皮的厚度也均匀 黄金碗里裹上一层椰蓉 像这样就可以了 均匀的摆放在盘子里 就可以开吃了 咱们的糯米池就做好了 全程不加水 也不放油 我先来尝一口 吃着软糯香甜 还有淡淡的奶香味 加上香蕉馅 特别的清甜 也不粘牙 不喜欢香蕉馅的 也可以放其他的水果 做法简单 无难度 喜欢的朋友 可以试一下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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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